安波足球快信,2021年8月10日,诺高平肉产萍卡玛雅,星期二凌晨,瑞典超有一场较量,届时诺高平将主场迎战卡玛雅。 虽然两队最近都是重返胜轨,不过诺高平在面对卡玛雅的往迹上,占据巨大优势,前者已经获得三连胜,今仗当然看好诺高平可以延续胜绩。 诺高平上轮作客戈登堡,前者凭住亚加迪老师,同比祖克在上半场角入一个球,最终获得一场胜利,终结了两连败。 直至,诺高平今个赛季的联赛绩分离到20分,目前位于瑞典超的第六位,刚好高出今场的对手卡玛雅3分。 整体来看诺高平的表现,攻防两边都不算太过突出,军场入波位1.31个,而军场失一个波。 不过诺高平在主场的发挥还是值得信赖,六场主场获得三胜两和一辅,甚至有过战胜马模的战役,诺高平的主场颇具战斗力。 更有利的是,诺高平向黎喜欢面对卡玛雅。 在过去六次交锋当中,诺高平不但保持不败,并且获得了五场胜利,最近三次碰面,诺高平都能够赢球。 可见诺高平在心理上处于巨大优势,今次延续胜绩不是问题。 卡玛雅上轮都重返胜轨,球队由贝自攻入全场为1入波,得以终结三连败。 目前卡玛雅在13场联赛过后获得17分,在进攻场入波不够1个,防守军场失1.08个波,显得进攻较为没什么力。 当然在最近三连败时期,卡玛雅的进攻表现就一样,除了面对克根时攻入过两个波之外,除后两场比赛都是没法破门。 尤其是作客的时候,卡玛雅在进攻不力的情况下,防守亦时常犯错,赛季至今只有应该一场作客波。 鉴于卡玛雅过去面对落高评的战绩十分差劲,故而卡玛雅金像作客的前景就不容乐观。 你听着的在安播足球快讯,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,和赞我们的专页。 M直播提供英超技甲八甲NBA人生财足球球球赛事的直播服务,立即下载M直播,随时随地看好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